好 总的来看 报道里面显示 全美的消费者至少都还是有消费的欲望 刚刚报道里面甚至看到消费者很高兴 可以触摸到实体的商店跟商品才有圣诞气氛 但是中国由于防疫不断的清零 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零售很难做生意 23号中国单日的新增感染数突破3万人 这样的一个经济不稳定的状态 中国的超市卖场出现了撤电潮 报道当中 进军中国的加勒服 很多城市的门市关的一间不慎 到今年9月底 中国加勒服的151家门市 其实第三季就关了30家店 平均三天撤掉一家 除了加勒服之外 美国的沃尔玛 在大陆去年关店数超过了30家 连中国大陆本土的永辉超市 已经收掉了上百家门市店面 原本设在卖场里的柜位都撤走了 走进店里 货架上商品所剩不多 这家位在成都市区的加勒服 准备停业 正在做最后清仓 当然是整这个 都是空的了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都说货架都是空制的 今天过来准备买点东西 发现居然在25号就要关门营业了 然而不止一家门市 加勒服在大陆市场掀起席登潮 截至今年9月底 大陆加勒服有151家门市 相比2021年底的205家少了54家 今年第三季就关了30家 估算下来平均三天就关闭一家门市 在河南原本的六家门市 更是一家不剩 全面撤出 经营状况不佳 如同连锁效应 近日云南昆明的加勒服门市 消费者在使用购物券时 出现结账问题 不少商品空了 许久未补货 也传出是否要退出昆明 我们现在也向大家做一个 正式的声明 加勒服不会退出昆明市场 会继续在昆明经营下去 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供应链的调整 1995年加勒服以首批外商 零售企业身份 进入大陆市场投金 2000年时迅速扩张 但之后经历电商崛起 2019年由大陆苏宁易购 收购加勒服八成股份 你们小时候的大厂长啊 这是老店的也是 这么多年了 这个加勒服确实给大伙带来了 好多方便 市场买不到的 到这来就看有新鲜东西 就是到这来就总感觉是 比较高档的地儿 感觉哪这儿 小时候 不只加勒服 沃尔玛在大陆去年关店超过30家 还有大陆本土的永辉超市 接连关闭上百家门市市值蒸发840亿人民币 超市卖场昔日盛况不在 市场认为在疫情之下 有为严重 大陆各地不时封控 到现在还如此 实体门市想挽回推市也难 23号大陆单日新增感染破3万例 其中本土占3万1444例 为了避免货物运送较差感染 广州严禁跨区物流运送 而北京疫情持续升温 第三天单月新增破千例 另外上海在发布加强管理 来访上海人士后 各区展开全面清查 还有就是区委这边 也会叮嘱这个门岗 然后对这个来户返会人员 实时的进行一个管理 做好登记 本周日上海还要复办马拉松 开放1.8万人参赛 虽然没邀请国际跑者 但所有参赛者需查验健康码 长松妈等 并且具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人脸识别确认身份才能入场 疫中举办大型活动 防疫更具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